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今天可以好好聊 我们也没有不好好聊啊 对对对对 有啦有陆陆续续在聊 你不觉得我已经很直话直说了吗 这就是 还是你希望我拐弯抹角的防你 这也不像有心哥啊 对啊 直接感受告诉你啊 而且你应该感到开心 哇原来我的歌可以启蒙这么 有火花的出来 是不是呢 应该是说把大家内心的一些想法 因为你用碟字 其实是一个可爱的出发点 因为通常小朋友会讲碟字 没错没错 然后碟字放在爸爸或妈妈身上 就超有意思嘛 对对对 如果你会想的话那真的是你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哦 对不对 不是我们教育电台 也不是我的问题 也不是红恩的问题 对啊 这个就是这样嘛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写我的妈妈清清楚楚呢 你写歌词啦 我可以制作啦 我写歌词啦 你写歌词啦 我觉得我会被味道人士控制 教育部会行文到教育电台 哎呦怕什么 八大熊都出 这对不对 出了两首单曲 八大熊是特例好吗 而且还广受欢迎对不对 他也只负责唱啊 歌词 他写的吧 不是啦 不是哦 我可以跟你讲谁写的 但我不能讲啊 因为他用的是笔名啦 哦住在你家附近的 对啊 哦我知道了 OKOK 而且他用的那个笔名是他吃那个痛风的药名 哇 还用痛风的药名当笔名 那我知道了 是不是很好笑 好啦 尽尽处处我处理啦 然后呢 我也用个笔名啦 哦真的哦 找黑旋风唱也可以啊 你看八大熊有没有个妹妹或什么的 对 不熟他 不熟 熟他人 他本人啊 但家人很少听到 不然你要找一个跟他势均力敌的 不过说真的 嗯 他的个人的那个 嗯 应该是style很适合啦 是啊 对啊 别人唱还还真的唱不出他的味道 他目前的形象适合 对不对 别人唱我还真找不到 三不一唱这个 也蛮怪的 虽然你只要一讲桑不一 我就看到天赋耶 我就会没有办法 啊怎么会 他的形象给你是这样吗 因为他每次跟我讲话就是很天赋传教 有吗 真的 他都会觉得 永兴哥我跟你讲 你知道就是一个传教士 怎么漏差那么大 对对对 可是他去跟马子卡讲就变成一个人设 跟你又是另外一个样 完全啊 对对对 另外的啊 所以我在他心中应该就是跟天赋差不多 朋友的人 可能他觉得这样 嗯 因为他跟我讲话就会什么生命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光很强的东西 不然就是祖灵啦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我就 可能你是文化人嘛 我是吗 可能他给你给他的印象 如果我们讨论AV文化我还比较有兴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跟他讨论这个方面的事情啊 可以啦 哦真的啊 你就直接 哈 开三届门的部分 好不好 真的吗 哈哈 那下次如果他上我节目 我说 哎我刚刚不小心又讲了原始中文 我们听得懂我们都听得懂 对对对对 那下次上部以来我们两个是躺着做访问好了 哦可以啊 就躺在他面 啊我躺在他上面 麦克风在我们两个人中间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画面还 这个是 是 哇 你有试过这种访问吗 台东的欧开乐团吗还是 哈哈哈哈 是腿开啊 哈哈哈哈 腿开 腿开很开乐团啊 什么欧开 哇 哎 You 哎 我觉得这集适合听YouTube 真的吗 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才能够听到原汁原味 对对对 因为我们铁定有些会修店 哈哈 所以听YouTube来听我们永兴哥节目的有福了 哦不行啊 我现在内裤都湿了 哇塞 你没看到我都已经 都是汗呢 一直在憋着 哇塞 有没有办法立刻让我们回到你专辑 哦好好好 哎 蜂巢的宣传已经在那边 他自己听得很开心好吗 哦 有吗 华卉 有 他听得很开心 OK好好好 对 对 毕竟他嫌蜂巢致命要来监督我啊 真的 好好 你都没有好好做宣传哦 有啊 有啊 你这一集有吗 我顺着主持人永兴哥的节奏啊 我是顺着你的歌 谁叫你都取这种歌名 明明这张专辑那么的正面阳光 真的 连MV都感觉有能量的 可是我觉得太开心了 表示我们这张专辑的能量还纳百川 对啊 都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 完全正 Pure的 对 Pure的正能量 如果 等一下你有负能量吗 呃 就看时段 呃 半夜哦 还是怎样 呃 对 那你女朋友很可怜哦 呃 那就要承担了 只能承担了 压力不小了 只能这样讲 你负能量如果都在半夜 那真的只有他最可怜啊 情绪难免要抒发啊 聊聊天啊 为什么是这种时段 你不是那种下班时段或者是 通常啦 我我我像为什么我们夜深人静才会有写歌的灵感 哦 我懂 对 因为有一种 呃 保护机制 对 不受干扰 然后而且感觉全世界的灯都熄了之后 嗯 好像我们才能 所以你歌都是在三晶半夜写 都是 几乎都是 不会朝他吗 朝邻居吗 还好 哦 但是有被警卫投诉过好几次了 因为歌写太难听嘛 哈哈哈哈 我没有跟警卫说 哎 免费唱给你们听 对 你不用买票 你还嫌我 对不对 没有跟你拿牢报单就不错 你在那边 那就是你唱的太投入了 没有啦 因为公寓大楼就 哦 有时候歌音就不好嘛 那没办法啊 啊你就只能在那时候写 对 可是就会觉得晚上好像特别有灵感 就觉得可能特别安静吧 然后怎么讲 你没灵感会强迫自己写吗 像写作业那样吗 没有耶 不会 我其实 呃 有事没事 哎 有时候会有旋律 哦 然后我就边开车边哼 或是走路边哼 我就 反正现在手机方便啊 是啊 就直接录啊 把那旋律录下来 甚至起床 有时候梦到旋律 都把它赶快录下来 蛤 这样也能记得 对 就在梦里面的时候 我就会强迫自己 要记这个旋律 我除了春梦 我什么都不会记得 哦 就是春节会做的梦 对对对对 就二月份 就算什么 中乐透彩那种 我大概也都不记得 真的假的 嗯 我有一次梦过我中乐的那个号码 我们现在要偏理主题了吗 哦 哎 这次宣传的工作 怎么是我来提醒你呢 哎勇兴哥真的是 哇 把我们引导那边 又把我们拉回来 像脖子 勒得好紧 哎 这个就是欲情顾重 欲惧还饮啊 对 好好呼吸 好好呼吸 我这方面的梗不是很多 哦 好啦坏坏就爱爱了 哇 这不然怎么办呢 哎呀 所以下次你女朋友说 宏恩坏坏 所以是赞美的意思了 你就说爱爱 OK 他就变成一个通关密语 呃 宣传OK吗 可以吗 我们今天 你应该问我们电台好不好 你问他好不好 可以干嘛 哎呀 每次到这种状况 只是说来再一首歌 你介绍歌就不会出状况吧 呃 我们的第三支MV 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我们去台东 对 三月还学一场拍的 呃 歌名叫做 很多 非常的想念你 那 其实 程度复词的这种叠加 也是在部落常见 长辈常见的这种 常听到的这种原始中 一直就 以来就存在着 对 会把那某 非常很多 超级 反正就这个程度复词 有把叠加在一起 你以前国文考试都几婚啊 你这样子写作文还得了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个考数学哦 会跟老师吵架吗 我们部落都这样讲啊 为什么你作文把我打 这么低分呢 我们会切换啦 会嘛 对啊 就像我到都市 碰到原住民朋友 我们就突然 那个部落的口音就跑回来了 哦 碰到真的原住民朋友 哪里 去哪里那么久 如果今天蔡英文在这里 就 当然就是 统统好 对啊 讲话就会变得比较 什么枪都没了 对 就自动会修正哦 自动会修正 哦 这 你好 那是你这样 每个部落朋友都会这样 我不知道 大部分的人好像都这样 只要是部落来的朋友 对 哇 文兰也是这样啊 哦 文兰很明显 对啊 他只要一碰到我们 哇 没有那么久没有给你看到呢 这样 然后 你好 我是文兰 对耶 我这样开始想 带领也是这样 阿令也是这样 对对 你看 他在台上天后 你们都会自动转换 好厉害哦 切换啊 哇塞你们是吃个小叮当的那个什么 面包 对 自动转换 总是碰到自己 怎么可以这么强啊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种 人不清土清的感觉嘛 都是部落来的嘛 就会特别的回到自己 平常讲话的那个 人不不清土清 那土也不清的话呢 那就是 我们亲亲 哈哈 我觉得应该要帮 我制作你一张专辑 不要 这类的好不好 我现在已经过着半百之后的日子了 我在好笑都是给朋友分享就好了 哦 OK 对对对 我知道你在动什么万一弄 但我们好像还没约喝酒什么之类过 对啊 没有耶 对对对 对啊 我早一天我们去 对对对对 幕后有笔名那位 哈哈 你不可以讲出来啦 我没有讲啊 不要紧 现在有东西叫剪接 哈哈哈哈 不会啦 他可以有这个 好你刚刚歌还没讲完啦 歌名叫做很多 非常想念你 那这首风格说真的是 我自己最喜欢的 也最擅长的这种 中版打版的民谣风格 嗯 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一句就 嗯 很多非常的想念你 我有点防鼓调的旋律 去唱这首歌 很多非常的想念你 就有一点点那种 好像在念经文 有一个回文感 对对对对 呀呀呀你还能 很多非常的想念你 南乎阿弥陀佛 就是这种感觉啊 不要听永昕歌的诠释好不好 哈哈哈 好不好不要听这个 大杯子 還是回到台東的三越海水一場 好 聽歌 聽歌